这场演说让毕业生获得难忘回忆 地点在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 NBSR提克球队老板海尔担任自食嘉宾 他先提到动荡的时刻能活下来就值得庆祝 接下来话风一转 当海尔提到要送现场2500名毕业生礼物的时候 毕业生们还一头雾水 但工作人员已经动手开始准备 花银财刚落 全场陷入欢呼沸腾 毕业生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鼓掌大约一分钟 还把1000元美金分成两个信封 一个信封写着礼物 另外一个信封写着给予 鼓励毕业生捐给需要的人 富比士杂志统计经营电信事业的海尔 身价超过台币1550亿元 在这场演说当中 奔送给全场2500名毕业生 大约花费7753万台币 而这不是海尔第一次这么做 2022年当时在一所社区大学 海尔做了同样的举动 当时台下的有些学生 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甚至连英文都不会说 全场一阵欢呼 海尔同样把1000块分成礼物 和给予两个信封 其实他在2021年 也曾经送给其他学校过 海尔跟他的妻子 在波士顿社区相当活药 在癌症研究 教育机构等公益的 支援助款项 超过2.8亿美元 担任毕业演说人时 准备这样的惊喜 让毕业生在踏出校门之前 就能够获得 最实质的一份暖心祝福 东斯新闻综合报道